本科24年我追了不少女生,一个没成 一个没成,有没有总结经验啊,是什么,哪里出问题了 不知道,可能,可能我 追那几个 四五六个吧 四五六个 追四五六个,一个都没成吗 嗯,就是长相有没有啥问题啊,你这个 长相跟雷哥差不多,可能比雷哥高一点 一米,一米七五 然后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那你就是性格的问题啊,我就给你看出你的问题了 你就是性格的问题,是不是很内向 说内向也不内向,说外向也不外向 绝对,你绝对就是性格的问题 长相绝对是没问题的,你相信我啊 就是你的性格,他们从性格入手 要不然你就是那种,是不是见一个追一个的那种的 有可能觉得你是一个那种,那种有点渣嘛 见一个追一个,见一个爱一个的,在学校 你追四五个也有点多了 追女孩,我跟你讲 一定要硬着追,悄悄的追 就别让别人起来,你知道 你悄悄的追啊 我跟你讲,悄悄的追有几个好处 这个女的她没答应你,也不丢脸 然后其他的女的,也不知道你追了她 是吧,然后你还可以继续追其他的女的 一定要悄悄的追 你有些男的,我跟你讲,我们公司就有个男的 我们公司才多少,有十个女的 有四个接了婚了,其他的六个全被她追遍了 然后后面大家就议论她嘛,说她是个渣男 见谁追谁,对谁对谁 追一圈下来,最后自己实际啥也没追到 啥也没得到,最后变渣男了 就是这样的 我知道 就是,就追女生嘛,然后就是 人家,就是 就没回应 没回应就聊不上劲,聊不上劲 就散了 没回应你舔啊 哪有说马上就能追到的 硬舔嘛 自尊心受不了 有技巧的钱,谁叫你硬舔 有技巧的钱,谁叫你硬舔